女儿 丘陵 你由我来要谢我爹 赵石俊 干什么你 别动 把我闺女发了吗 别动 要不然我真剁了你 没事丘陵 过来 别动 我看看我看看 我没事 别动了 万大伯 你放心 我爹临终时又嘱咐过我 你一辈子都是我大伯 我不会对丘陵怎么样的 你爹是万家庄的叛徒 大哥 把这小子崩了我 爹 不要 你爹背叛了万家庄 这份耻辱你让我找谁还家 负债子还这年头有什么不对的吗 万大伯 我爹他没有背叛万家庄 他从来都没有背叛过你 他只不过不愿意跟你干那些不法的勾当 如果你觉得把我杀了 可以写清上一代的恩怨 那你就把我给杀了吧 但我只有一个请求 把水架给关了 给杀到这一条深路吧 说得好 好像还替我找个台阶下了啊 考虑考虑 爹 嗯 我求你 放了石军歌吧 那是上一代的恩怨 不关石军歌的事 家有家归 否则我们拿什么来服众 爹 您忘了 您早就把我许配给他了 那他在我心里就是我的丈夫 如果石军歌有什么不测 女儿只能相从于地下了 你怎么知道 秋凌啊 你是不是已经对这家伙动情了 要不然你说这话就放肆喽 你想 他父亲背叛了我万家庄 我居然还容许我女儿嫁给他儿子 那这话说出去 怎么说都说不通啊 爹 一个女子最重要的就是真结 嗯 既然您已经把我嫁给了他 女儿怎么能再嫁给别人呢 何况我这病 我看也是好不了了 我还剩下多少日子呢 女儿 呀 与你呃 姑娘 伯母 乖 姑娘 伯母 伯母 姑娘 你要去哪儿 我要去万家庄找赵爷 你不可以去 你那是送死 不 我一定得去 行 我跟你一起去 你跟我来 我们来这儿干什么呀 我们在这儿等一位高人 要不然这样吧 你在这儿等他 行吗 进去吧 开门 开门哪 姑娘 姑娘你别误会 我们没有恶意 只是想保护你 不想让你白白去送你 行 开门 福星 帮我看着他 我先走了 开门哪 你给我开门 开门哪 这是我那一份 这是我那份钱不多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 大嫂子 你怎么也来了 这是我那一份 相信我 谢谢你们了 都来凑钱去救赵爷 谢谢妈 应该的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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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什么 那姑娘跑呢 客气 谢谢 沈姑娘 沈姑娘 不醒 你说你这个人啊 连个人都看不住 你还有什么用啊你 整天阿爸阿爸的 你什么用都没有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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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姑娘 你会掉下去了吧 不管是沈姑娘掉进河里 不管是沈姑娘掉进河里 还是被万家中的人抓索了 都死定了 不管是沈姑娘掉进河里 大 大哥 人带到了 没你们事了 你们都下去吧 好 赵世俊 你说你为了沙鹤镇 愿意赔出自己一条命来 值得吗 我一条命能够换全证人的性命 值得了 你听清楚了 你想要让水闸不盖 只有一条件 我要你娶丘陵 入坠我们万家庄 我跟丘陵有十年没见了 真正十年啊 你这个反应很正常 但是你少啰嗦 你自己说过为了沙鹤镇 你愿意付出生命吗 男子汉说一不二啊 你要不认这个的话 你把命拿给我拿给我 你绝不食言 只要你肯做万家的女婿 谁他就永远不会再见的 这是我亲口答应你的 你绝不食言 你绝不食言 只要你肯做万家的女婿 我说你个大老爷们儿 说话痛快点儿 答应还是不答应呢 这样 这样吧 你 先让我借丘陵一面 好吗 石俊哥 你还记得吗 我从小身体就不好 那个时候 都没有人愿意跟我玩 他们都嫌弃我 只有你陪在我身边 我走不动的时候 你还会背我 九龄 有件事情 我必须要对你坦白 其实 我一直把你当做秦媒子 你也知道 你要为沙和朕 为秦虎 要为他们做任何事情 我都情愿 要搞我的生命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到现在 都还不喜欢我 这不是喜不喜欢的问题 有时候 缘分这种事情很难勉强的 我不要说 丘陵 如果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我会答应这件事 我会一生一世对你好 你觉得呢 对不起啊 只要他跟你在一起 怎么样我都愿意 好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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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君你听好了 丘陵是我的唯一的掌上明柱 从今以后 如果你胆敢让他受一点点委屈 那我就不会再跟你客气了 我就会把清禾变成一滩鲜血 染遍沙河阵 你这个做岳父的 不得不把丑话说在前面啊 岳父 你放心 我会一辈子对丘陵好的 我会一辈子对丘陵好的 好 拆水杂 有水啊 别拆我摇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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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河神 沙河阵的人听到 你们不用再祭什么河神了 清河的水是我给你们的 赵石俊 赵石俊已经入罪我们万家了 跟我女儿成亲了 赵石俊 从今以后 没有什么水闸的问题了 沙河阵 万家庄 从此以后 就是一家人 好好好 好好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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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点让我们万家开枝散叶啊 大哥 没事吧 又疯了 你们大哥休息吧 大哥 进去休息吧 是吧 来 休息 等你休息吧 好 您慢喝 您放心大哥 好 走好啊 好 新姑爷 你可不能走啊 来来来来 这是新姑爷 咱们从今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来 怎么没酒了 来来来 给姑爷买上 从今往后 咱们的恩怨怨一笔不销 好 希望这杯酒喝完之后 可以帮沙河镇 还有万家庄的恩怨 一笔勾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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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酒心已经散了 姑爷应该很快就会回来 小姐 小姐你走了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 别歇 这盖头 只有姑爷才可以歇 那我给你拿药去啊 别去 我过一会儿就没事了 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 我不想到现在还端着药碗 今天是她的新婚大喜呀 我们得送份大礼给她 什么大礼啊 大礼啊 来吧来来来来 别吊她的脸上把她搞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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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吊她 让她睡一熊 看她明天怎么跟大哥交代 看她明天怎么跟大哥交代 小姐 不知道归岳去哪儿了 小姐 你怎么了 小姐 我去叫老杨 千万不要去叫我爹 别跟我爹说 是君哥没回来的事 你放心 我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小姐 我好怕呀 不要怕 我现在是不是很难看 我脸色是不是很差啊 小姐 我 你不是把事 我收听到一场 有点 thumb 你不是很难看 我吃到一 loca 我给你说 我又有点 我吃到一所 我来说 我也是 我把事 强你 我当然是 我认为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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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看 感谢观看 对不起 我 你能不能别打了 你真的好烦啊 你等等 我去跟他解释清楚 还想逃 别动 赵云 别再打了 别动 再打我还手了 就等你还手了 别动 快 别动 等等 等等给你打 赵云 快 还要想 你们干什么 快 等等 等等给你打 别走 你进来干什么 你进来干嘛 你老婆不在 你要看我老婆换衣服是不是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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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大夫 赵云 把扫服人上衣脱掉 把后背捞出来 好 娘 我要去吃赵叔叔家的鸡酒 你为什么不让我去啊 你就知道吃 以后万家装的人连你一块炖了 你还吃吗 娘 咱们家有这么多马车吗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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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怕 我把她赶走了 跟我过来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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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动一动我就打爆你的脑袋 把手举起来 对 把手举起来 快点 举起来 举起来 有枪声 梁大夫 我去看一下 好好 求你麻烦你了 放心 娘 听着 你 你干什么 你放给我娘 第一 不是贼 你放给我娘 第一 你要干什么啊 我不打女人 娘 正阳 把她给绑起来 好 草子 她怎么昏了 被我打昏的 怎么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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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样子不像是个坏人 我以为她是小偷呢 所以才打她的呀 杨大夫 我要介绍一下 这是你家嫂子 是这里的主人 这是杨大夫 你好 杨大夫 杨大夫的病情已经好转了 但刚刚昏迷的时候有点湿剂 你去帮她清理一下 好 我马上过去 丘琳啊 你醒了 杨大夫帮你针灸了 是不是好多了 丘琳 丘琳 杨大夫刚跟我说了 她说你针灸的时候 有点失禁 叫我帮你清理一下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会有点不好意思 要不这样 我不接被子 我帮你脱裙子了 没事了 丘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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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琳 丘琳 那我进去了 其实也不用不好意思 我们已经是夫妻了嘛 啊 没事的 没事没事 丘琳 赵云 万言来了 丘琳 等一下啊 丘琳醒了吗 好像好一点了 应该没那么快 我暂时让她的心情 稳定下来了 但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必须赶到沙河镇上去 要先不用奸了 我得重新给她开个方子才行 那你赶紧起身嘛 好 那我得抱丘琳 嗯 好 那我们就先走 好 麻烦你了 好 晚些见了 丘琳 丘琳 放心吧 路上小心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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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琳 辛苦一下 一会儿就到了 你干什么 你小心点啊 不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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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开 你让开 干嘛呢 那姑娘呢 什么姑娘啊 姑娘在这儿是找我啊 对了对了 我说我不打女人 我没打你 你凭什么敲我头啊 别说了 赵爷跟我说了那是个误会 你看看 我们孤儿寡母的在这儿 突然看到一个大男人进来 我不害怕呀 误会啊 是个误会 行行不说了 那姑娘在哪儿呢 这儿有一个光着的 没穿衣服 来来来看一眼啊 来 别这样别这样 来呀 我先出去了 快出去 出去 行了行了 快出去 赵爷 赵爷 怎么会是你啊 丘陵呢 丘陵 你怎么没穿裤子啊 丘陵在哪里 怎么回事啊 我被摔下山崖 然后我就到了牧场 第二天你们就来了 然后 然后